哈喽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夏 这期视频呢,给大家的带来看版娘超级无敌巨可爱 虚速三月期角色攻略测评 视频会包括技能解析,关追,仪器,配对,以及新魂提升 那么看完有帮助,喜欢给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自己一个硬币实验,同时装扮还有今天拿呢,谢谢 真的没想到官方会给三月期一个世新安排 新的命图已经新增切换动画 主角直接常哭了,不怪是看版娘就是不一样 说回正题,虚速熏练命图的三月期 另外是一个通过拜师给自身和师父提供争议的输出型角色 达到一定的痛能点会造成强化普攻伤害 总体算是一个附身的辅助角色了 为了更好的深入了解三月期的各种玩法 老样子我们先用技能技术说起吧 三月期证明角色有普攻以及强化普攻两种 普攻伤害几乎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不过普攻命中里人可以给自己叠一层充能 战绩除自身外,给我方指定角色成为师父 再次释放战绩可以更换师父 场上最多存在一名师父了 也就是说释放战绩后不放师父 后续就能一直用普攻来产点了 这点就很nice啊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长得比较帅的人就会说了 成为师父有什么用呢 师父可以提升10%的速度加成 当三月期释放强化普攻的时候 师父爆伤提高60% 击破特攻提高30% 持续两个回合 三月期一魂后 场上有师父 自身提高10%的速度加成 二魂之后呢 师父攻击敌方 三月期还会释放一次锦上添花的最佳攻击伤害 解锁刑剂二 三月期能够削减具有师父属性弱点的韧性 你看画面啊 敌人这里没有虚数弱点 但是这里三月期可以有了师父的物理弱点 就能直接宣认了 击破弱点后造成虚数的击破效果 银狼表示已经看不懂了 当三月期释放普攻货的强谱 根据场上师父的命图 触发对应效果 致死毁灭巡猎的 则是造成一定量的附加伤害 伤害不高 算是锦上添花的效果 至于其他命图的话 提高虚认值百分之一百 然后最最关键的来了啊 师父释放攻击和中业剂后 三月期每次获取一点充能 当三月期旁边点数达到七点后 触发师父我误了 立即行动提升百分之八十的强谱伤害 然后释放强化普攻伤害 强化普攻呢 初始有三段 每一段有百分之八十的倍率啊 后续有百分之六十的固定概率多一段 最多触发额外三段 也就是说三到六段期间 总体伤害会比较看脸 注意啊 师父的追加攻击也算攻击啊 所以想要让三月期快速叠充能 高频的攻击角色都是三月期的好队友 注意 强化普攻不会回复战略点 七点触发最多储存十点上限 杀精直呼内行啊 那三月期充能该怎么叠起来呢 首先 三月期的普攻攻击可以叠一层 师父攻击敌方可以叠一层 三月期触发恶魂的邪杖可以叠一层 放心三月期的新魂是可以白嫖的 师父开大招也可以叠一层 最后呢是三月期的开密技 队友示范三次密技可以开局获取三点 充能 同时下站都回能三点 密技又能脱手还能叠成和充能 这点就非常不错啊 一共有五种叠成方式 还是不难的吧 说白了 选择了师父越多动就越适合三月期 考虑到给师父提供的是爆伤和击破特工 最好选择直伤或者击破角色 比如克兰拉 云林高频绑击的 流营雪仪等多动的直伤击破角色 都是不错的选择 终结季对指定连造成240倍率伤害 同时下一次强谱和初始段数多两段 固定概率提升120 也就是说开大之前是3到6段 开大后多两段嘛 就是5到8段之间的伤害了 大概率是7 8段左右吧 一段倍率有80% 有了大招后 强谱的倍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大招需要110点能量 刑际一 开局自然他调25% 可以让三月期开局 拜师更快获取争议 刑际二和刑际三前面说过了 这里就不够的赘述了 三月期总体给师傅提供10的速度 60的暴伤 三月六特攻 自身还有比较不错的伤害啊 总体在四星中算是高水平的强度了 不过他比较依赖师傅的一个多动能力 跌成会比较快 刑际属性加成方面 28的攻击力加成 12.5的防御力 以及高贵的24暴伤啊 没想到四星也有暴伤加成 实属少见吧 技能加点方面 四个技能都要升级 优先普攻和天赋 其次大招和战技即可 普攻是要拉忙的 其他看情况少个一两级差不多就OK了 关追选择方面首选于夜色中 希尔的装光 用这张关追 三月期需要对一定的速度啊 带速度鞋子 尽量保证速度140以上才比较良好 其次真理一身的装光和脱帕的玉族关追 然后是如尼汉棉 以及黑塔的星海巡航 星海考虑到要放血 以及击杀 对于一个副谁来说很难触发吧 总体下来没有如尼汉棉表现好 四星关追推荐高点音的论剑 适合多段伤害的单体巡猎角色 增伤给的非常多 论剑的含金量还在提升的 此时因为增伤比较多 可能会容易稀释 可以选择攻击球了 仪器首选四块相守 加速普攻增伤都是上月期所需的属性 闪进二虚数二攻击就行 内勤推荐防新竞技场提供普攻增伤 和影乐同框的配装 已经刷到的玩家可以直接拿过来了 衣服选择暴击暴伤 鞋子攻击力和速度 有希尔的装光可以无脑选择速度就行了 球虚数或者攻击力 绳子攻击力就行 然后是配队方面的选择 前面也说过了 上月期作为一个拥有布塞 以及辅助能力的角色 给到师傅提供暴伤 击破以及速度的角色 他自己一个人不太行 需要搭配一个多洞的主塞 比如语英 尼克拉拉西尔 刘盈 托帕等等 都是上月期的好队友 辅助方面最优肯定是提供双塞争议的 资格鸟 还有软眉 考虑到恶魂的上月期 给多洞触发追击伤害 可以触发资格鸟的一个不佳伤害 高频繁触发 那么资格鸟收益会更大 所以优先资格鸟 适行选择卡池抽取的行鸟 考虑到有可能不少 小伙伴没有资格鸟和软眉 后续带来一期行鸟角色攻略 生存位方面首选 肯定是霍霍的加工回能 进一步让上月期的别层更快 伤害更高 我实战下来相比其他生存位 差距还是蛮大的 其次杀金 伏旋 罗刹生存位都可以 没有五星生存位 可以取得领可 加拉荷都行 上月期配队目前测试下来 搭配剧情设定的云铃 师傅是最优的 云铃多动能力高 同时上月期瘋狂跌成 导致提供60爆伤 36特攻 基本不会断 可以触发一次后 60爆伤 基本是云铃常驻争议了 对萌新玩家来说 若根没有好的生意来说 抽个云铃 搭配三月期 行鸭领可就很不错 行鸭领可 卡池刚好都有 高配点就是 资格鸟加霍霍的组合了 各位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不懂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提问 当然在我直播间 提问可以秒回的 毕竟评论区 我一般很难回复的过来 太多了 最后来逛下新魂方面 先说一下 2.4版本可以通过活动 白嫖到三魂的三月期 后续的四五六魂 可能下版本才能获取吧 也是首个白嫖到 满新魂的射击角色 哦不对 黑塔打宇宙也能满新魂吧 一魂 三月期提升满时速度 有了一魂后 希尔的装观 给三月期就更香了 二魂师傅 释放普攻和战技 三月期给触发追加攻击 并且可以叠一层 也能触发战技的 附加伤害 或者削润值提升 每个回合触发一次 四魂回合开始 回复五点能量 六魂 四棒大招 下次强普得爆伤提高50 目前由于还不能获取到六魂 等后面满了之后 伤害肯定要比四平 展示伤害要更高很多的 总理评价一下 三月期作为一个 副生辅助定位 可以搭配很多多动的输出角色 加入很多队伍的 副生辅助的下位选择 都能搭配 前提性要多动 以及吃到绕伤和鸡破 其中一个才比较好 虽然三月期在目前 属于四星中 顶尖的强度水平 如果已经有比较好的 五星输入角色 以及资格鸟 软眉花火这种神辅 那么三月期给选择不养也行 比较适合骗萌新玩家 去培养的一名角色 或者真爱玩家 去培养的一个角色 所以打算培养三月期 可不一中看看呗 好了 以上本期视频三月期的全部内容了 有帮助到各位 希望给点赞 关注一下up主 那么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